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反賭博合法聯盟來到特徵組 我們要來告懷德公司跟楊縣長 連江縣楊縣長 為什麼我們要告他兩個罪名 這次的馬祖國藝公投當中 妨礙投票罪跟詐欺未垂罪 懷德公司在這一次裡面 他們主要有幾個重點 我們覺得他非常的嚴重的 已經出犯到妨礙投票罪 第一個他們誤導聽眾 公投如果根據博弈法 是博弈公投過之後 才會通過這個博弈法 然後才會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現在連博弈法都還沒有過 也都還沒有開始進行招商 這個懷德公司 他就可以說 可以大張旗鼓的在馬祖說 只要賭場過之後能夠設賭場 他就是要給馬祖幾個承諾 第一個他說要讓馬祖有大學 第二個他說要讓馬祖有南北竿大橋 還有有五千個就業機會 同時還有要讓馬祖有回惠軍 那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第一個到目前為止 還有一個世西國際機場 到目前為止公投也還沒有過 博弈法也還沒有過 招商也還沒有開始 可是一個廠商居然可以在馬祖裡面 到處辦說明會 到處開支票 說他可以給馬祖這麼多好處 再來不時的背景 根據我們調查懷德公司 只不過是在臺灣登記只有 贏資本額只有一百萬的一家小公司 一個只有一百萬的公司 可以開出好幾百億的支票 我們也去懷德的辦公室 在臺北市政府捷運站 這個地方我們也去了 結果從大廳開始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他的那個標語了 然後呢我們問了 我們問了管理員說 有沒有這家公司 他說也不知道 他說這棟大樓全部都是分租辦公室 我們就沿著這個地址 慢慢的找 也沒有人管我們 就找到這個辦公室之後 進去之後呢 那個辦公室呢 將近有五六個小房間 全部都分租出去 什麼公司都看得到 就沒有看到懷德這個招牌 各位啊 一個空殼公司啊 可以做這麼多的承諾 這個這個比齁 政治人物還可惡齁 那我們看到 三年前 澎湖的賭場公投 澎湖賭場公投 反賭勝利之後 這三年來澎湖 有沒有陷入絕境 沒有 反而澎湖的觀光 澎湖的生態 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一個 離島 不是只有賭場 才能夠作為一個發展的模式 原有的永續發展的觀光 永續發展的生態旅遊 其實可以做得更好 這個投票是依照離島建設條例 它沒有百分之五十的門檻 只要有 兩三個人去投票 這個 反賭 這個 只要兩三個人去投票 而投票投的是賭場 這個公投就過了 它沒有門檻的 所以 反對賭場的人 一定要出來 那我們 覺得政府應該針對 馬祖的 離島的 這些交通來做努力 如果今天政府在放任 浪費所有的一些納稅的錢 而在這種離島 跟著需要來做補助的部分 不予去投注一些經費 讓離島 必須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讓自己翻身 我覺得這個部分 中央一定要負非常大的責任來做檢討